是比早餐店還要好吃的 色澤來講還蠻漂亮的 那香味也蠻香的 在產品設計本身是我不喜歡的 嗨大家好我是Kevin 今天影片會很不一樣喔 就有別於我平常做料理的影片 今天我們要來做 那我發現大家走進全聯買東西 大部分都是會去買他的生鮮肉品 蔬菜水果 然後再來才會是說一些生活雜貨的東西 但是其實全聯也是有在賣冷凍食品 大家都知道 那只是說呢 你觀察他店裡的這個佈置設計 你就會發現其實他冷凍櫃都會放在比較邊邊角角 比較內側的地方 所以通常你要找到冷凍櫃 都要走一段迂迴的走一段距離 才有辦法到冷凍櫃 那如果你去觀察這冷凍櫃 你會發現其實大部分都是賣一些水餃 還有這種冰品為主 冰淇淋這種東西 品項來講相對也是比較少 你如果去跟加熱服 還有這個好市多相比的話 你可以發現他冷凍的品項也是比較少 不過也可以理解啦 因為畢竟他賣場空間有限 冷凍的東西又不是他主打的 所以他一定賣的東西是不多 而是賣最必要的 不過因為我們生活來講 還是會需要一些便利的冷凍食品 方便保存嘛 然後希望說他是這種加熱方便即食的東西 所以今天呢 我就自己還是去挖了一下 看看全點裡面有沒有一些 就是我講 比較快速料理 就是方便大家備餐 然後可以比較快上菜的東西 不過我覺得這裡呢 我要先撇除掉 就是像水餃嘛 這種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太普遍了 今天呢 我就特別不會去挑這個水餃的東西 今天呢 我就挑了這個無樣 全點的冷凍食品 都是可以很快速上菜的 第一個是這個 它這個是黃品十二鍋的烏龍湯麵 它好像就是裡面已經有這個醬料了 然後麵煮一煮 就可以很快煮一碗麵了 那這個價格呢 是149塊錢 然後第二個呢 是這個元氣桂丁雞湯堡 它其實就是一個雞湯啦 然後好像是雞腿的樣子 那應該可以做大概兩三人一鍋的這種大小 這個價格是199 這就是一個湯啦 那我在選的時候 盡量就是會有一個樣式的多樣 不會說都是飯 或都是麵 然後第三個呢 是這個 十三香拌雞喔 十三香拌雞 這個價格呢 是169塊錢 這個看起來好像就是有雞 半隻雞的量 然後好像應該是烤箱就可以完成了 再來是這個 黑豬肉漢堡排 這個呢 比較適合早餐 就一塊肉 那我等一下應該是會用這個吐司 稍微煎一下 然後配吐司 就是吃看看 黑豬肉漢堡排 鮭魚炊飯 這個會吸引到我是因為 我之前有分享過那個 鮭魚炊飯的料理嘛 那這影片其實也很多人喜歡 就做鮭魚炊飯 那我想要吃看看說這種 包裝食品的鮭魚炊飯呢 跟我自己做到底有什麼差別喔 那這個呢就是用那個電子鍋 或電鍋做就可以了 鮭魚炊飯 那今天呢我們就是來吃看看這五個 這邊呢我就先聲明一下 而這一篇呢不是一個全年的業配 那這五個商品呢也是我隨機到超市 就挑然後就看覺得喜歡 我就直接入手 然後來分享了 好那我們就接著進入 簡單的料理時間 可以用一點這個生菜 好我們現在這個漢堡排 我們先吃個早餐 然後吃完我們再接著繼續做 其他的炊飯啊 湯啊 湯麵這些 可以當中餐吃 好我們來吃看看這個漢堡排 那漢堡排的厚度還可以啦 比早餐店的還要再厚一點點的感覺 黑豬肉漢堡排還OK 是比早餐店還要好吃的 因為早餐店的肉啊 如果你是點那種就是 豬肉漢堡排吐司什麼有的沒的 其實它那個肉都超薄一塊的 那這個肉至少是比較厚的 然後呢口感也比較好 不過這個漢堡排畢竟我看它成分就是 會比較像煮牛肉 所以你說口感當然不可能 跟就例如說你用豬腳肉 自己現做的那種漢堡排相比 那厚度當然也不可能真的就非常非常厚 不過整體來講 我覺得如果你早餐 想要就是快速煎一個就有三明治啦 或者是漢堡之類的 這個選擇還OK啦 好那我們呢吃個早餐 等一下接著繼續做其他的人動食品 好再來我們來開這個 鮭魚炊飯 哇原來它長這樣子耶 再給你一包米 然後呢再給你這個 鮭魚炊飯的料 裡面好像就是有一些高湯 然後鮭魚 生的鮭魚肉這樣子 好我們煮看看吧 看起來是沒有蔬菜類的東西啦 好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這個米還是要先洗過啦 因為畢竟他剛剛給的是生米 好照他包裝的說法 這個料理包裡面的水分的量 跟這個米已經搭配好了 所以是不需要額外加水的 再來呢是這個烤雞 好 哇真的是半隻雞耶 這個真的是半隻雞 不過呢他沒有給你剁喔 他真的就是一隻雞給你切半這樣子 好我們上烤盤 他這個就是醃漬過的 生煙的 但是他沒有熟喔 就是真的要完全把它烤熟才可以吃的 好再來是我們這個雞湯 他這裡面呢就是有一包高湯 然後呢再來就是有一包雞肉 生的雞肉 生的雞肉 應該就是混合下去煮而已啦 他的做法呢是建議呢 先把高湯煮開 然後再加雞肉 好最後一個是這個 十二鍋的烏龍湯麵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它有這個醬包啦 裡面就是三包麵 三包冷凍麵 然後還有醬包 那這個冷凍麵啦 就是不用退冰的 直接煮開就好了 退冰反而會黏住 這個買的時候有點誤會它意思喔 它只有醬包而已喔 就是這個湯頭醬包 石頭鍋的醬包啦 料的話要自己加 所以我這次就沒有買到料了 我就是來試它的湯頭就好 好這樣我們就全部完成了 好那剛剛我們已經先吃過這個 黑豬肉漢堡排了嘛 那現在我們接著來試吃其他適樣 那我們就照順序喔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鮭魚炊飯 鮭魚炊飯 好吃看看 嗯 飯的味道還不錯 然後也不會說有魚的腥味 然後它可能它的湯頭跟米飯的比例 算是有抓好 煮出來的米飯 軟硬我覺得是適中的 不過就是只有鮭魚而已喔 其實配料來講是有一點點單調的 如果說你想要就是這個鮭魚炊飯再好吃一點 你下去蒸的時候 可能你可以再加一些菇類啊 甚至再用一點點這個黑胡椒去調味 那我相信這個炊飯就會 好吃非常多喔 那它整個這個做完它的份量啊 大概是兩到三人份啊 其實並不是太多 家裡大概是兩大一小 這樣應該是差不多喔 這鮭魚炊飯 嗯還算不錯 好那第二個呢 是我們這個烤雞喔 它其實烤出來 我覺得色澤來講還蠻漂亮的 那香味也蠻香的 不過我覺得它的缺點就是 其實用烤的 不管是七炸還是烤箱都一樣 都要蠻久的 大概要四十分到五十分鐘左右 烤箱的設定 好那現在呢 我們就來吃看看 好因為它那個半雞呢 是沒有幫你切好 所以你要自己切一下 我們先切一點點雞胸下來吃看看 我們先吃一點雞胸 雞胸如果好吃 雞腿一定就沒什麼大問題了 這烤雞好吃 大家來看一下我切的這個切面 其實它的這個肉汁 因為整隻烤雞的好處就是說 你不容易烤到就是說沒有肉汁 它還是肉汁非常飽滿 而且呢肉是有入味的 香味非常夠 所以肉又多汁 然後味道夠 其實烤雞就好吃了 那唯一的缺點當然就是 你要切啦 好再來呢 我們來試喝這個 貴賓雞湯喔 好 好這個雞湯呢整體來講 我算是特別喜歡 老實講 它雖然說高湯裡面有一些 薑啊還有一些明酒之類的 可是其實 因為你畢竟是生的雞下去煮 沒有先汆燙 所以我覺得多多少少少 還是有一些雞的腥味 那它的料因為只有高湯跟雞而已 所以其實喝起來相對也是滿單調的 所以你要讓它更好喝 你就變成說自己要加很多料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是生的雞下去煮 就生鮮雞下去煮 所以就是說煮的過程 你要撈很多這個浮沫 然後煮起來 整個湯頭看起來 比較會是那種 有一點髒髒 不是那麼清澈的感覺 那湯頭的風味其實是可以的 但我覺得主要是那個雞肉呢 你煮下去之後 就有點腥味 所以我覺得這個湯 我覺得 同樣是要煮湯 我覺得我有更好的選擇啦 我覺得這個湯 我就覺得 還好這樣 好最後呢 這個是十二鍋的 石頭湯底的烏龜湯麵 那來吃看看 好這個烏龍湯麵呢 我不會覺得說它不好吃 但是我其實打開的時候 有一點出我意料 因為原來它是就是 只有冷凍的烏龍麵 再加上一個醬包這樣子而已 我本來呢 確實以為它是有料的 而且是只有煮一人份這樣子 那裡面有一些料這樣 但沒有反想要拆開的時候 它是只有麵跟醬 那如果說你想要讓烏龍麵更好吃 也是可以 就是說你要再煮一些肉片 放一些蔬菜 其實它還是會是一個不錯吃的麵 不過如果以一個產品來講 我覺得它的內容有點太過單薄了 甚至就是比泡麵更加簡單這樣子 好所以呢 不會不好吃 但是就是產品本身有一點點 小失望這樣子 好最後呢 我來總結一下 今天呢 我們這個全臉的冷凍食品 一共五個 有哪幾個是我會再買 有哪幾個是我不會再買的 我會再買的呢 第一個 就是黑豬肉漢堡排 老實講 黑豬肉漢堡排 其實它真的不算是特別好吃的肉 但是它的肉的品質呢 是有比一般早餐店煎的那種漢堡肉還要好吃的 再來呢 我覺得還是以方便度來講 早餐我還是會考慮買這樣的東西放在家裡 那有時候我不知道做什麼的話 有吐司 我覺得煎這個漢堡排 弄個吐司 速度是蠻快的 會比外面去早餐店甚至更快 那所以這個黑豬肉漢堡排 我覺得我會買它 主要就是因為方便 那第二個呢 我會再買的呢 就是烤雞 那個十三香烤雞 這個烤雞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因為我其實拆包的時候覺得有一點怕怕的 怕這個烤雞它的味道 會不會覺得很奇怪的味道這樣 但事實呢 發現不會 蠻鮮嫩多汁的 而且呢 整隻烤雞都是非常肉魚非常入味 因為我那種是雞胸最後的地方 都是有入味的 這烤雞唯一麻煩就是要自己切 不過如果以它好吃的程度來講 我是覺得我還是願意再買的 那其他的品項呢 都是我不會再回購的 那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 鮭魚吹飯 鮭魚吹飯呢 其實它的風味並沒有不好 但是我覺得它的產品設計本身 是我不喜歡的 因為其實米 它是把那個吹飯的高湯料理包 跟一包米呢 放成一盒 但其實如果是以我的使用習慣來講 我會覺得米 一般人家裡就已經有生米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它多了一包生米 然後幫讓價錢變得比較貴 其實是我比較不想要的 所以這個品項雖然不難吃 但是我覺得我可能不會再買了 那第二個 我不會再買的呢 就是 桂丁雞湯薄 這個湯呢 就是煮起來 我覺得其實老實講 就是我自己也沒有很好喝 因為 用這個生的雞肉去煮湯 其實就是會有一點腥味 一般的雞湯來講 比較好的做法是 先把雞肉汆燙一下 然後再入這個湯去燉 這樣做起來的湯會比較清澈 而且不會有腥味 那它這個做法 雖然說我知道 它是為了讓大家方便 可是其實這樣做起來 不好吃 也有一點本末導致 我自己覺得就沒有辦法吃 所以這個呢 我就不會再回購了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湯有一點貴 也要一半 也要一百九十九元 它量又不多 大概煮起來只有不到一千毫升 所以兩個人不收就差不多 但是它要一百九十九塊 所以我是不會再回購的 那第三個我不會回購的呢 就是十二鍋的烏龍湯麵 它跟這個鮭魚炊飯比較接近 就是它風味沒有不好 但是產品的設計 是我不喜歡的 雖然說它風味沒有不好 但是我覺得 以產品的設計來講呢 這不是一個我比較喜歡的形式 我還是喜歡 如果你既然要方便 可能還是配好一些料 如果說我自己還是要 配一些肉片跟蔬菜一起加去煮 我就會覺得 只是為了買那個湯頭的感覺 湯頭我有其他更方便的選擇啦 對 所以這個十二鍋的烏龍湯麵 也不會是我再回購的 那這烏龍湯麵 補充一下三包要一四九 所以一個烏龍麵加醬包就五十塊 所以其實也是有點小貴的 好今天就是全部 我們全聯冷凍食品的一個分享 那當然啦 我覺得不能以拼概全 畢竟我今天是選了五品嘛 不過其實我在逛的過程 跟這個試吃過程 我最後心得是覺得說 其實全聯的冷凍食品 確實是它的弱項 不過也可以理解 因為全聯呢 它畢竟主打的是便利嘛 那相對的像好市多 它真的產品 冷凍食品的產品 都非常的齊全 因為它就是希望說 你去可以吃買多一點東西 然後呢 回家你就可以儲存起來 想吃就可以吃 所以它冷凍食品很好吃 而且價格都買超值 東西很多 那相對起來 全聯它的選擇非常少 然後呢 東西的品質呢 我覺得也不是那麼的理想這樣 所以這是我整體的心得啦 不過呢 如果說你有吃過哪一些 全聯的冷凍食品 是覺得好吃或不好吃的呢 也歡迎大家把自己的經驗呢 在下面留言分享告訴我喔 好那這次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喔 如果呢 你喜歡蔡膽研究所分享 這樣子主題的影片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可以的話呢 我們可以多拍一下 這種系列的 好那我們分享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入座